其實最近台北市街頭 如果你停紅綠燈 或是說你走在路上 你抬頭一看 可能會發現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房子 這個從側面上看上去 好像那種切片蛋糕一樣 就這麼薄耶 而且你知道嗎 你看到這一棟 其實它就是位在這個 和平東路上面 和平東路上面的這棟房子 它面寬竟然只有5米 5米你要想像一下 你走在這個棋樓 你大概2秒鐘 你就可以走過它囉 所以它面寬這麼小 你知道裡面長什麼樣子嗎 其實我進去過這間的裡面 它裡面其實 坪數沒有很小 但是它是屬於這種 比較深的這種房子 所以就會變成說 你要透過空間的 這高低落差設計 來增加這個空間感 否則你進去 就會感覺比較狹小了 而且還不只這種紙片屋 其實現在台北市 還出現了 第一個全台最小基地的 微老改建 地址就在遼寧街 你看一下這個照片 這個好像就是一般人家 那種套提出的車庫有沒有 它這個竟然要改建成大樓耶 而且基地面積26.62平 然後它的面寬只有4.3米 所以你看從這邊到這邊 這樣只有4.3米 會比剛剛我們看到那個紙片屋 蓋起來還要薄 可是你就會問說 為什麼現在房子越蓋越薄呢 原來是因為這個微老的改建 它其實是沒有基地面積的限制 如果你要做都更 都更跟微老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要做都更 它其實有基地面積的限制 各限制是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微老 走的是微老這一塊的話 它沒有面積限制 所以不管再小 只要你蓋起來 你就可以來改建成大樓 而且我就算給你看 你看這微老為什麼越來越小呢 其實你如果說 你是一個30坪的透天 你們家30坪的透天櫥 你想要改建的話 你剛好位在住三區 這還是比較好的 因為你間閉率大約可以拿到50% 也就是說 你可以有15坪的空間 但是15坪的空間裡面 你要蓋大樓 你知道嗎 你還要有電梯 電梯之外 為了逃生需求 你還要有樓梯 所以你扣掉一組電梯跟樓梯的話 大約是8坪 你屋內空間剩下7坪 7坪裡面 你要放廁所 要廚房 要房間 你覺得是能做套房 或者是你要把它分成座呢 就會變成只能做這樣囉 但是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你現在想要說 人家說都更 這會增值嗎 你想要買一間套提櫥來等都更 或者是你家就是套提櫥 你想要等都更的話 你要先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個 你要看到巷弄寬度 如果你這個巷弄寬度 沒有 如果你是巷弄寬度 就是說你家門口 踏出去的那一條巷子 那一條巷子 或者是道路的寬度 如果高於8名以上的話 這個地就會是政府的 這就沒有問題 你只要去申請就可以過關 可是如果在8米以下 這個道路有可能是私人的 而且這個私人不是一個人喔 他有可能是十幾個人 也就是說只要你要申請建照 你還沒蓋成喔 你只是要申請建照的時候 你必須要這個巷弄的 所有全人同意 所以你看到中間這張照片 照片當中這個房子 假設說我們是擁有這一戶 我們想要做獨根 想要改建 但是你這條巷子 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是小於8米的巷子 那你這條巷子 如果是私人的話 他可能有十個人 擁有這條巷子的地權的話 你要去一一挨家挨戶 找到這十個人 幫你蓋這張張 因為你要送這個表 如果你這張表沒有送出去 如果你張沒有蓋的話 他不會申請 他不會合發這個建照給你喔 而且你知道嗎 業者就偷偷透露給我 你這個張一個蓋下去 可能要上百萬喔 他不是說你到那邊按門鈴 他就幫你蓋耶 這個張是很值錢的 因為你租都更之後 你一定是有利可圖的 所以這個張 你要有這些地主同意 也是需要一些經費的 而且另外你還要看到的是 你要注意建物還有土地的價格 因為通常我們在買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要買一個套庭書 來等都更 那業者跟你講說 我打8折賣你 你會以為你自己賺到 其實你知道投資客或是建商 他們都是用6、7折的市價在買 市價打6、7折再買 為什麼呢 他們的想法是這樣 你雖然說你買的東西 有一個地上物 還有這個土地的價格 可是 你這個是要拿來租都更的 所以你到時候 你地上物一定會拆除 所以他們是直接會把地上物的這個價格 給直接扣除掉 他們想的只有 存土地的這個價值喔 所以如果你在買的話 打8折其實還是虧到的 可是你知道嗎 民眾如果這樣子買 他會覺得比較貴 但是建商買6、7折 難道就會賺嗎 在士林那個地方 有一個建商 他買了 花了1.3億元 買下了一個百年老宅 而且那個就是在兩年前的時候 我還曾經的時候 到那邊採訪 大家想說 兩年前那個百億的老宅 會是怎麼樣 怎麼會花上億元去買呢 結果今天重回就地的時候 因為他現在賣出了 而且賣出的時候 都根沒有做成耶 還賠售了1100萬 就在士林夜市旁邊的小松弄內 這裡的平房幾乎都是屬於 比較老舊的 而就在這個區域 有一棟98年屋林的房子 建商在兩年前 以1.3億元買下 不過今年等不到都根賣出了 賠售了1100萬 老宅上都不滿藤蔓 另一頭還有的 已經剩下端元殘幣 當年賣出上億元價格 我們也曾來採訪 沒想到兩年過去了 都跟鎮合終究失敗 屋主現在要說 屋主10人 兩個不愛你就對了 房子也是貪了很久 後來也沒有成功 就是幾家幾乎沒有同意 就變成流產了 建坪27.8坪 土地達到94.5坪 換算建商當時買入單價 每坪137萬 明顯低於士林夜市商 勸約200萬的行情 地價買進之後 我來做大都根的整合 只是沒想到說 因為都根的整合失敗 變成說它這塊土地 又沒有辦法單獨申請建造 情況下只好認賠出售 像弄窄到連一般房車經過 都得小心翼翼 就是這樣的機靈地 讓基地前方的道路 屬於私人土地 就連只是想申請建造 恐怕也得要十幾個 所有全人統一 尤其你的道路寬度 如果低於8米以下的話 那你在興建的過程當中 會有比較大的風險 因為第一個 你在興建的成本 會比較貴 再來就是說 你面前道路如果是私人的 你要去申請建造 必須要減負面前道路 那個所有全人 他的統一書 想買透添錯等都根 但是先沒看清 恐怕是會賠了夫人 又折兵 東森財經新聞劉沛齊 劉子騰台北採訪報導 我以為我拍照 餘子